来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巷楼里面的这一家音乐主题餐厅 门口住立着一座萧邦弹琴的雕像 彩绘玻璃大门上的门把 则是特别做成小提琴的纸把造型 走进室内空间 原木装潢以及许多老板收藏的艺术品 还有古董留声机 呈现出温馨典雅的风情 而这家音乐餐厅 其实也是老板实现工艺梦想的基地 因为我跟我先生大概就是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 希望可以我们做一个事业 然后可以直接帮助台湾弱势的孩子 对那就是我们选在公馆这个地方 是反差很大 那你看我们的店名荒漠甘泉 就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在荒漠沙漠里面的一股清新的甘泉 所以这个预表一个是一个地缘的位置 就是说在公馆这样的一个夜市区 我们竟然有一个这么高质感的一个店 有音乐然后有好的餐点 有好的装潢 所以这就是符合荒漠甘泉 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商区 我们还是有一个这样的质感 那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在服务弱势孩子的部分 就是这是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客人来这边的消费 他满足了自己所有的欲望 很满足的走了之后 在当下他也可以留下一些什么 就是把他消费的十分之一 直接捐献给某一个孩子 那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我们就在做募款的动作 那我们只是帮客人来做这样的公益 那我看到我们客人的其实回馈是很 你知道很兴奋 就是说他本来其实进来是不知道的 等他拿到这个单据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他今天满足了自己 竟然还满足了一个家庭 为了让服务更多元 音乐餐厅特别安排乐团现场演唱时段 开创独树一格的音乐美食文化 每个礼拜的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日 就是周末小周末的部分的下午茶 跟晚餐的时段 我们都有现场的演奏 那这些现场的演奏 就是其实都是很专业的人士 他们为了其实爱心的奉献 来我们这边演奏 那包括钢琴 我们这边有就是古董的 Stanway的铭琴 所以很多音乐人是为了这台琴 他都愿意来 那也有可能有小提琴的 也有搭配一些其他选乐的部分 那在礼拜一到礼拜四的部分 我们目前是开放给一些 很有天分的学生 所以就是素人 那他希望来这边尝试一些商业的表演 那我们在一到四就开放给这样的时段 就是因为我们的老板 他就先邀请我们 因为有认识 那也他自己也希望能够 能够用音乐 然后分享上帝的爱 所以就邀请我们 然后我们就非常乐意来到这里这样子 对 基本上这个我们都是会设计一套 然后这一套里面包含我们的一些故事 我们生活的一些经历 然后配合我们的歌曲这样子 所以这我们的节目非常精彩 是摇滚风 但是是轻摇滚 对 公管这家音乐餐厅的餐点 是以一发创意料理为主 特别结合音乐来设计菜单 每一道餐点和饮品都有典故 我们还特别找了一个就是音乐硕士 来为我们就是说把音乐跟我们的餐点饮料做结合 所以你看我们推出的咖啡 比如说Espresso Latte 它什么样的风味 我们就赋予它一个音乐的故事 比如说它一边吃这个炖饭 听着这样的歌剧 然后我告诉你在吃威尔蒂当年 它的这个Recipe的这个 你可能就进到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所以其实餐点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就是说从舌尖 它可以发展到一个灵里面的满足 环境对对对 就环境很好啊 就很适合聊天讲一些比较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 所以我觉得在交通的时候真的就比较好 对真的可以讲到话 而且他们餐点都还蛮精致的很用心 我常常带我先生跟小朋友过来 然后他的餐点我觉得比较干净 对制作的比较干净一点 从餐饮业的门外汉 变成公馆商圈独特的音乐主题餐厅老板 董事长李玲玲希望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奉献 就像花末中的甘泉 为身心灵注入一股清流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道 走路上班 为了省钱 不吃大餐 为了省钱 不开电灯 还是为了省钱